如果想問一下,吳先生,我知道張藍集團很支持公益今天的活動 其實是有什麼暴力去推動 我知道你平時都很忙 但大家可能有留意一下電視機的宣傳片 總之他說,香港的東西就是我們這個大家庭 大家庭背後有很多缺陷,大家是不知道的 兩位,麻煩你 兩位這邊,兩位這邊 為什麼很開心和很驕傲 因為後面有這麼多缺陷 這幾天多了,我就親身轉 兩位,兩位,轉了 這邊 再次多入了兩位 我知道這人的粉絲們,一向都很尖 謝謝,這裡 手上在中間 手上在中間 三位,三位,左邊 負責收錢,然後就投放 我去這個攻擊箱裡面 記住了,我拿了這個愛心小錢 回到家之後 再入多點錢進去 之後呢 今天呢,和明天呢 交回來這個廣場的舉世最大公開 其實我覺得做善事 很多人說一個 你錢是做什麼,金事會得到什麼 可能錢是你幫過人,這事有人會幫回你 錢是你欠人家什麼東西 這一次,這個金事你需要還的 我覺得其實有些人是這樣子看待人生 有的人覺得人生是很自然靠命運靠自己掌握 但是我相信 假你能夠有機會 掏出二十塊錢去買一個小錢箱 去幫助有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和一些做社會建設的話 我相信這是一個蠻美好的緣分 其實我覺得你說Fans他們需不需要教 我覺得不需要教 他們喜歡你的話 我相信有些是 大家精神上看一個人的日常的行為 他會感受到你需要什麼 假如他願意去幫你 他自然就會去幫你 他不願意去幫你 你勉強他去幫你的話 我覺得好像前恩所難 這也不是件好事 我覺得每一段時間來自然就可以了 基本上Fans 歌迷支持者他們已經付出很多 他們用心去支持你 那我們做一言來講是把自己工作做好 給他們一個交代 給觀眾一個交代 就最重要 上次只是我們生活裡面的一部分 必須做的工作 你會面對到我也會面對到 今天我不叫你捐錢 也會有人叫你捐其他的錢 但是看緣分吧 謝謝